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时代足球总会七人草地联赛赛后真华 这场球由白色衣的大水牛对着黑衣的猛牛 开球没久了,大水牛马上来院舍,力度很厉害 好像连球都带到山上 应该就要执球了 要让一段时间,好像执不到球就要拿新球上来 这球据知就是他们最后一球 踢完落山,不知怎样踢,要执公子 赛事开回大水牛的攻势 一个大长拳,被陈家谦一控一射 不中目标,没什么威胁 不过都可以见到陈家谦挺有脚法的 马牛角球,猪猪猪批不中 32号球员,马牛,张浩洋 批不中,如果批得中就应该入球了 基本上是刚刚那一刻,没人抹 之后15号马牛球员,把握到大水牛后防15 射球,不过可惜,龙门站得挺适合 完全没什么威胁 马牛的教育球,跳一跳高 12再射 这个组合都挺好的 效果出来,虽然不进 不过可以见到刚刚3号球员的射球 前子锋射球也有点上效 按球都可以按到这么低 可以留意一下他的表现 大水牛的教育球 在左边边路,会怎么做呢? 推一推,再传,传到对面海 咦,入球了 射入球的就是陈家谦 就是大水牛的主力射手 这球最大功劳就一定要说到阿胡有位 靠他一个个人在左边边路的突破 爆下去,传到对面海 再传到他的脚下 基本上轻轻松松 无人不抹的情况下 无人看管,刚刚可以说是 撞射1比0 可以讲讲背景 今晚牛这队球 大家有留意 就知道他体力化的踢球 可以帮你爆足上下半场70分钟 大水牛就是上届发甲的亚军 发甲团赛 实力一定有回上下 不容置疑 但不过因为上届是踢着石地 今季转来草地 是否要适应一下呢? 可以见到 水牛的攻势都是一浪至一浪 不停射波 不过好在晚牛龙门 尽量集中 尾发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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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晚牛的攻势 在中场 撥一撥再射 看见你没有人接近 就直接射了 射波就是王俊谦的球员 大水牛接到波 转身 即刻射 大家可以见到这场波 大家过完中场即刻射 因为球场实在太小了 基本上你过一个中场 都可以可射程范围 之后晚牛的攻势 又是给到三号 一放空它就没有了 拉弓射你了 这球射得很硬 都可以见到 不过可惜角度没太太集中 所以就做不到入球 上半场 球证吹完场 暂时比数1比0 大水牛领先 下半场都是大水牛开球 大水一个界外球 两人三球 球证没有示意 比赛继续 晚牛把握到五会 帮晚牛追成1比1 看重播 这球就好像两边后防 其实都是伪球 没什么犯规 入球胡监坤 帮晚牛组成1比1 这球一个误会 长波又要重新出发 之后晚牛 都是晚牛的攻势 在中间摇摇 分到左边再射 散中 撲出 没有什么威胁 下半场 好像是晚牛的世界 8号 黄振 打到一个圆圆球 推过去 再射 可以看到 大水牛8-3 好像体力有些下降 集中力不够 而且截手都跟不上 开始 所以他们已经很难打 下半场 大水牛1个角球 暂中 咦 轻薄 这球弹地球 龙球正直指点球 没有原谅 这球太明显了 射球球员 10号 8-3大水牛10号 何韦晴 亲自操都 没难度 大水牛再度领先到2比1 这球真的不用看VAR 都很明显 因为他的手张开了 基本上一定是手球 之后晚楼的攻势 一个暂中 咦 15号 15号的球员 邓国怀 刚才上一球 因为他输手球 不过不要紧 他说 张公没过 立刻向后顶 虽然 好像不是用过头顶 是用过背肌 不过不要紧 入球就行了 波万尤追回到2比2 大水一个佛球 没有威胁 但是马尤的反击 3打2 怎么做呢 分去右边 再射 哎呀 这球可惜了 柱边出界 之后还是晚楼的攻势 又是反击 2打1 怎么做呢 虎空龙 大水牛的球员 虎空龙 22号的球员 很幸运 之后还是继续 晚尤的攻势 一个斩球 在中间 又是斩球 究竟如何呢 那球去哪里呢 有没有12码 没有的 球证没有示意的 比赛继续 晚尤继续射球 大水牛继续解围 看见了 真是完全好像跟不上了 那个节奏 又是马尤的攻势 哎呀 终于又入球滑反超前 果然真是的 下半场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优势开始 出现了 体力化 这球 前子锋在中间 分球 给到陈思伟 陈思伟 一个一个后防 立刻单刀对着龙门 射回近处 没难度 那陈思伟 那陈思伟 也不行了 因为太快了 基本上反应够不迟了 那这球又不可以挂陈思伟 那这球就 最到 反超前3比2 之后 晚楼又有一个发球 又入球了 瞬间变到4比2 射球的是由朱建威 这球但地球呢 好像不难接 又这样又好像难接 射过了人场 再由柱边 即是可能贴住柱进去 龙门 落地都够不了 这球 因为射得多漂亮 大水牛的攻势 按区顶 推一推射 不过射得太静 中间 被晚牛的龙门挡出 那最后 赛事完结了 比数 晚牛4比2 赢出 恭喜晚牛 老子 老子 被称 蚀 被称 显